消费市场是依照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决定了价格上的协议 卖方考量成本因素制定售价 而买方在考量自身对产品的需求程度来决定愿意支付的金额 当买卖双方达成共识即可完成交易 然而不管是买方或者是卖方都希望能够从交易过程中获得额外收益 买方就是消费者,卖方就是生产者 我们将分别以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角度探讨在交易过程中各自所感受到的额外获益为何 以及度量的方式 所谓交易过程中所感受到的额外获益是什么概念呢? 让我们先以消费者的角度为例来说明 假设店家贩售炸鸡排,一块鸡排售价80元 消费者平常为了享受美食也愿意花费80元来购买鸡排 倘若今天店家进行优惠,一块鸡排只卖60元 则消费者在购买一块鸡排时便会觉得与自己愿意付出的价格便宜了20元 而这价差20元就是消费者在这次的交易中感觉自己所得到的额外获益 一般而言,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需求程度去决定愿意支付的商品金额 譬如在同一个时段下,消费者愿意花80元购买第一块鸡排满足食欲 但若要再买一块鸡排,可能已经没那么饥饿,需求感下降 因此若要购买第二块鸡排,消费者可能只愿意再花60元 然而当鸡排价格降至50元时,消费者才有意愿购买第三块鸡排 这个情境说明了,商品所带给消费者的满足感决定了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金额 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愿意支付的金额理当随之降低 依照上述消费者的意愿,购买三块鸡排总共愿意支付80加60加50等于190元 这是消费者购买三块鸡排时所愿意支付的金额 倘若鸡排的售价为45元,那么消费者实际购买三块鸡排 只需要支付45乘以3等于135元 将消费者愿意支付的金额190元减去实际上所支付的金额135元 其中的差额55元在消费者的心里形成一种额外利益的感觉 我们将这55元称为购买三块鸡排的消费者剩余 英文为Consumer Surplus 消费者剩余又称为消费者的净收益 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一定数量的商品时 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与实际支付的金额之间的差额 这个概念是用来描述消费者参与市场活动中所得到的利益 我们可以用直方图来表示消费者的商品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 将商品的需求量视为横轴 将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视为纵轴 则直方图的总面积即为消费者购买三块鸡排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 但因为一块鸡排的市场价格为45元 所以举行面积即为消费者购买三块鸡排实际支付的金额 然而两者面积的差 也就是画面中三条较小举行的总面积即为消费者剩余 一般而言 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 可以用一条曲线来呈现 其中横轴为需求量 纵轴为价格 并将此曲线称为需求曲线 需求曲线通常是一条递减的曲线 在交易市场中 考量需求与供给的关系 市场机制会决定商品一个均衡数量A 与均衡价格B 其中点坐标AB称为均衡点 是落在需求曲线上的一个点 假设需求曲线是连续函数F of X 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均衡量为A单位均衡价为F of A 依照需求曲线的图形 可知函数F of X 在区间0到A与X轴所围成的面积 为F of X在区间0到A的积分 其意义为消费者购买A单位时 所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 然而举行面积为A乘以F of A 其意义为消费者购买A单位时 所实际支付的金额 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 消费者剩余就是需求曲线下的面积 减去矩形面积 也就是F of X在0到A之间的积分 减掉A乘上F of A 假设消费者对某商品的需求曲线 为函数F of X等于20-2X平方 市场均衡的情况下 均衡量为2 均衡价为12 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 消费者剩余为何? 因为均衡量为2 均衡价为12 所以消费者购买两个单位商品时 所支付的实际金额为2乘以12等于24 然而根据需求曲线 消费者购买两个单位商品时 所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为 20-2X平方在0到2之间的积分 其值等于104分之104 将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 104分之104减去实际支付金额24 等于32分之30 就是在市场均衡情况下的消费者剩余 这个单元我们介绍了需求曲线 与消费者剩余的概念 其要点如下 1.需求曲线的横轴为需求量 纵轴为价格 用以表示消费者在不同商品数量下 所愿意支付的金额 2.消费者剩余的概念为 愿意支付的最高总价格 减去实际支付的金额 3.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 均衡数量A与均衡价格B 所代表的点坐标AB 称为均衡点 是落在需求曲线上的一个点 4.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 若均衡量为A 且需求曲线为函数F of X 则消费者剩余为F of X 在0到A的积分 减A乘上F of A 5.消费者剩余并不是实际收入的增加 只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 由购买经维中获得的福利感 1.消费者剩余并不是实际上的 0.3.消费者剩余并不是实际上的